你知不知道SOHO有幾間酒吧 有幾間酒吧是我們的 一年做幾億生意 怎麼可以被他們公客無牌酒吧 搶來做的? 你之前出事 什麼人幫你這麼多 你知道現在回來試試他嗎? 曉薇, 你知道有多大事嗎? 這邊報道出了街之後 地證和警方聯合訴場 全香港公客除了無牌酒吧之外 其他合法經營的都一起被調查 你自己看看 放上臉是否認得罵我們S&K? 你這樣報一報 警察是迫著做事 對, 掃除了他們 我們的生意馬上升了 兩成 不過你經常說什麼借花敬佛 究竟幫我們還是幫曉薇 誰是花, 誰是花 最重要是大家都贏 誰先誰後, 誰在乎 不用怕, 我跟你一起贏 誰是花, 誰在乎 你問你出事, 回來替自報 抽起不是代表做得不好 而是做得太好 我們現在想改革 這條題是拿港澳的籌碼 我不想讓網子報就這樣出了就算了 我想留起它 我知道這樣對你也付出不公平 我也不想欠你 既然你這麼願意回來 我不介意出這個項目 我替你交換 怎麼樣?有興趣嗎? 有, 隨時準備好 不過不可以坐上初期時間 回凌晨間, 兩點到六點 為什麼? 就算不可以坐上初期時間 我也可以做以前晚上11點 為什麼你也要調我去問題的時間 不如你問問為什麼 梁景仁幫不上你回來, 而我可以? 這是我找到的項目 要就要, 不要就算 我要了 好, 回去等給我 謝謝Van姐 真是長大了 我還以為你會哭著回來求我 又是你說的 這個世界不會因為你一個人議庭 鍾先生, 截了 那個記者不會再跟我 好, 我不會讓你做蝕本生意的 想要什麼?馬上說 你才知道 你真是不太太 我也會讓你去做 你不覺得我 你不覺得我 你會讓我去做 你不覺得我 我不會讓我去做 你不覺得我 這件事段有什麼好慶祝 你別忘了 天間是總主一部主任的責任 你調回來, 我就有辦法把你送回攀財 我犧牲了這麼多東西 才換個心宵時定回來, 值得嗎? 還在想, 知道我找個故事嗎? 沒關係 可能對你來說, 故事是小故 被人收起來也不可惜 但對我來說, 它是有意義的 真是不服氣的, 你嘗嘗放手打擾一打 你知道嗎?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 在這裡看我們公司深夜播的檔案 裡面說FBI抓人 中間凌晨三、四點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人睡得最陰 最沒有防範, 最鬆懈的時候 一躲就散了 那是之後的事件? 也是特集的好時機 那些高層分散了, 沒人安着你做人 下面的工作人員很多都是半盒的狀態 真的不會很足夷 旺據說, 你想過物就過物 試試看, 你知道嗎? 你覺得你對的 limited room 你幫我做什麼? 跟我的是否是否沒有 我給你打算 我的時間是否不太能 你不要再去消失 你會不會太少 我會不要太少 我會不會太少 我會不會太少 喂, 炳姐 C頭的故事出了什麼事? 等一下, 播了三次 到0450就會播最後一次 抽起它 馬上抽起它 那…空中的時刻, 播了什麼? 你自己想好它 還有, 叫IT那邊把網上重溫下架 一分鐘之內 如果再讓我看到這隻故事出了 你們明天全部不用上班 好 怎麼了?下架? 現場有人表示 只要大家或許無牌酒吧繼續經營 還會不會讓酒吧離藥分成 背後還以涉及利益叔叔 中生 對不起 這邊下架了, 不過是網民會被撞 放在網上 越來越多人擊掌, 越來越多人說 我們很成功 但我們的溫柱, 怕不怕會有後果? 放心, 我一定跟你查譯 不用怕, 我陪你走 你知不知道SOHO有幾間酒吧 有幾間酒吧是我們的 一年做幾億生意 怎能被他們的工廈無牌酒吧 搶光來做的? 你之前出事, 什麼車幫了你這麼多 你知道現在不是試騙他嗎? 曉薇, 你知道有多大事嗎? 這篇報道出街之後 地震跟警方聯合訴場 全香港工廈除了無牌酒吧之外 其他合法經營的都一起被調查 你自己看看 我上網一面罵我們S&K 你這樣報一報, 警察迫著做事 掃光他們, 我們的生意馬上升了 兩成 不過究竟你經常都說什麼借花警罰? 究竟幫我們還是幫曉薇? 誰是法, 誰是法? 最重要是大家都贏 誰先誰後, 誰在乎 不用怕, 我跟你一定贏 好, 信任性, 發生什麼事? 這故事本來是曉薇幫網子部做的 我看有發展的可能, 所以跟他調查 由我們電視部接手 他就內部調職回來做深夜主播 本來已經說好了 是他突然間不知道為什麼 還沒經我同意, 自把自為 把內容播出來了 怎麼會這樣?曉薇平時最蛇居的 他怎麼會瞞著我們那些高層彩主? 你問回南京人吧 我也想問問Man姐 電視部接收這條題之後 是繼續查, 還是換些什麼交易? 我沒必要回答你 那你又有必要回答我 公司立場你究竟得罪了忠先生 還是拜山哥?我要備定案 我用這宗八卦和忠先生 換些真新聞回來 本來打算出門了 現在搞這種事出於道義 我不可以公開內容 黑箱勾結, 無牌酒吧 小薇有證有句, 你又說是八卦 你那件什麼都勾不出的 就說是新聞 八卦還是新聞, 不是Man姐自己說的 我這宗鳥適合國際關係 新聞價值, 無論如何都大乖生煩 我本來打算放長線釣大魚 現在魚若沒有線又斷了 我要他負全責 Man姐, 說得自己釣不肯說 很難怪你 梁景仁, 你是不是想送小薇去死? 你知道我拍的那台是什麼人嗎? 好, 就算什麼都不說 一個不管公司運作 自把自為的主播 已經夠大罪, 不應該留下 你們別經常被我揹揹 我壓力很大 一個是鍾先生, 一個是普通女主播 飛爺你要討好誰, 不難決定